祝大家牛年閒大運 財源趕盡事事清新滿意 桃花興旺 身體健康 熟悉的朋友 今年運勢先虐後強 凡是幾年轉接才達成 至於財運都比較反覆偏弱 不適宜做一些新的投資發展 沒有意外之才 少投資為妙 至於事業方面 會有樽頸位置 順算無風無浪 應該趁著時機改善自己的缺點 提升自我 重新組織理財方針 下半年逆流而上時準備出機 熟悉的朋友可以穿多些 黑色跟黃色的衣服 配戴格仔型或網形的飾物 去增加美的運勢 熟悉的朋友 今年本命年 比較多阻滯 容易招惹是非官司 然行要小心 公司裏面有很多小隱 應該少說話 多做事就可以平安過度 至於財運都是偏弱 難以聚財 不熟悉的投資項目 就不要亂試 可以減低破財的機會 也不要亂相信內幕的消息 會招惹一些金錢上的損失 應該去多些 不熟悉的投資項目 人希望氣場好的地方 例如一些起鏈派對 展望一下自己的氣場 運勢自然好轉 鬚牛的朋友 可以帶一些 鼠蛇雞的飾物 去化解范太歲 也可以穿多些 黑色紅色的衣服 配戴一些心形的飾物 都可以令到運勢好轉 屬虎的朋友 今年得天時利利人和 有八方五路的貴人相助 實踐你的理想 應該在事業上 有更大的突破 至於財運都不錯 人緣帶動財源 在一些貴人口中 會得到一些 投資的資訊 令你賺取一些好的利潤價 應該嘗試多元化的發展 擴闊人際的網絡 就有更多賺錢的機會了 大家可以穿黑色或白色的衣服 或者配搭一些直條形的飾物 去鎮获你的運勢 熟途的朋友 今年運勢轉順 終於脫離谷底 注意不要心急發展任何大計 因為人緣雖然和 兼缺有力的貴人相助 應該親力親吻 做好準備 就可以實行 至於正能量 驅使到你積極進取理財和賺錢 投資以靈活多變的策略為主 正天才自然獲利 至於今年填雜都非常旺 旺買樓自住投資都可以 就可以減低破財的機會 穩定財運 熟途的朋友 亦可以穿多些綠色或白色的衣服 或者配戴一些凌型的飾物 去加強自己的運勢 再次積極進去 再次積極進去 再次積極進去